各位午安,我是網絡安全及科技障礙調查科,科技狀組,高級督察盧鎮宇 今天我想和大家減報,一個網聚科在昨天,即是1月21日 展開一個打擊網上出售假疫苗接種紀錄的拘捕行動 行動中,我們警方一共拘捕了一男一女 政府較早前公布,將會在2月24日擴大疫苗氣泡 街市市民進入食肆課之前必須至少打了一針的疫苗紀錄 而相關措施亦都涵蓋學校和民行的設施 又不法之途利用最新的防疫措施去賺快錢 公然在網上銷售偽造的俗稱假針卡 而逃避政府最新的防疫措施 警方隨即展開深入日調查和情報分析 成功鎖定一個以情侶形式經營的網上購買騙案團伙 騙徒是以銷售偽造假針卡的作招來的 聲稱有關的針卡是會有醫生證明和診所的概章 更指假針卡可以支援政府安心出行的應用程式 有關的鐵文亦都來列出不同的針卡、假針卡的收費 例如偽造一張打過一針假針卡的收費為一千五百元 兩針為二千三百元、三針為二千八百元 警方調查顯示騙徒從未寄出任何假針卡 收到錢之後隨即也會失去聯絡 而及後調查發現有關的騙徒同時都涉及了九宗 由2018年4月至2021年12月 在網上購物騙案和信卡騙案是有關的 而騙款涉及港幣約25萬元 警方在昨天即1月21日 在尖沙咀拘捕了兩名本地人士 分別為31歲的男子及24歲的女子 他們涉嫌干犯了以欺騙手段取得除慘罪 行動中警方檢取了三部手機電話 一部平板電腦和四張銀行卡 行動仍然繼續中 我們不排除會有近多人士被捕 而兩名被捕人士現時被警方拘留繼續去調查 警方想在此提醒大家 根據《香港法例》第210章《盜視罪條例》第17條 任何人以欺騙手段而不誠實地取得屬於零一人的財產 以圖永救摩斷該人的財產是職所辦法的 最高可以判監禁十年 如此同時根據《香港法例》第599F章 餐飲業務處所的負責人或者表列處所的管理人 是必須使用由政府提供的 驗證二位碼掃描器的應用程式去掃描顧客的疫苗打針紀錄 以確保顧客有符合相關的要求 同時亦身處於上述處所的人士 亦都需要遵守適用於他們有關的條文 違反有關的規定 即屬犯法最高可以被罰款一萬元 如果有人士作出虛假的聲明 或者提交虛假的資料 亦違反該規定的 是可以被定額罰款五千元 警方強烈譴責國別人士這些自私又不負責任的行為 在大家同心抗疫之際 政府抗大疫苗氣泡 作為新一輪的放疫措施 以確保公眾的健康 在政府公佈相關的措施的時候 是有給予市民一個適用的期 但又不法分子是利用這個時間 是惡清有假針卡出售 作為網上購物騙案的招籠 這些行為絕對不能容忍 嚴重影響大眾共同抗疫的進程 如果有人藉著網絡世界 去作出違法的行為 我們警方必定會嚴正執法 將犯人承之於法 以維護香港的公共安全及別罪 警方亦都再次呼籲市民 要小心網上購物騙案 同時是需要顧己及人 希望大家可以嚴格遵守相關的法例 以協助控制疫情 以及避免病毒在社區爆發的風險 我想強調使用假針卡 是可能干犯刑事罪條例的 第28章第73條使用虛假文書 已經定罪最高可判監禁14年 而且有機會同時觸犯599F章下列的條例 香港的疫情仍然是很不穩定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去抗疫 今日的減報是這麼多 多謝 香港警察的WeChat官方帳號 2022年1月正式推出 你關注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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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解一下 我關注的